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龐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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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大概就是这几年 一方面政府 一方面民间 变成是一股风气 在推老房子 他原來的特色 他的在利用 他反映的其實就是文化的 文化在巷弄裡面 其實故事也存在巷弄裡面 這個房子曾經誰住過 後來又換了誰 然後甚至有小說家也住過 在某一個牆壁 某一個角落 會勾起回憶 這就是生活的 是生活回憶 這塊地在清朝末年流民船時期 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流民船新鎮時期的機器局 當時的廠房用地 到了日本統治的日治時期 當時由日本政府規劃為鐵道部 那麼當時鐵道部的部長 他的宿舍 就是我們眼前看的 這一棟日式宿舍 台北市的西門計畫 在北門的這一個部分 會結合目前這一塊 鐵道部的土地 整修完以後 再配合北門 還有機場線的一個出口 那這裡會變成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人潮的集散地 案子比較特別 它剛好是在 西虛門戶計畫裡面 那因為它是老房子文化運動 目前唯一的一個 市定古蹟 所以它其實在要求上面 在修復上面 其實是比其他的利件要更來得複雜 我們也很希望透過這一個老屋重生的一個概念 讓這樣子的一個荒廢的老房子 獲得一個重生的機會 舊瓶要裝新酒 讓它有新的功能 讓這個 過往的這個經歷 能夠被保存下來 所以 人家講這個 文化在在巷弄裡面 其實故事也存在巷弄裡面 我們很希望 每一個地方 都能夠儲存一些 美好的故事 用來一口詞 建築是一門人的學問 建築是一門人的學問 建築其實畢竟還是一個硬體 裡面其實是人在住 那涉及到使用的部分 其實就會牽涉到人的部分 那這個時候就會涉及不同的使用者 或再利用者或經營管理者 他在利用老房子的時候 因為每個人的出發點其實不一樣 那我覺得再利用的方式 或再利用的多元性 其實反而變成這老房子 運動在推的過程當中 他會有很多很多新的活力技能 不同的房子不同的使用者 那你就會看到老房子 其實感覺好像欣欣向往 我們在談修復設計 談再利用也好 其實它都有一個前提在 就是我們對自動房子的特徵的理解 那這個特徵包括歷史建築的 所以有關人文的科學的背景的了解 其實是支撐讓它接著往下走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老房子在利用這件事情 其實它對社區環境的改變 其實有很大的幫助 比如說我跟朋友相約的時候 其實古蹟變成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人文 休憩 或者是談公事 私事的一個方法的地方 所以我相信這本來就是 古蹟保存或者是老房子運動 非常重要的一個任務之一 進來這個地方 然後你會感覺 身心靈都會得到就是很舒服的 就是想要享受這個地方 然後在這裡 閒話家常的那種氣氛 所以可能外面的生活 可能很急促 很繁雜 可是一進來就會覺得 欸 什麼事情然後都沒有 都暫停 時間跟停止一樣 這裡環境很好啊 這裡是英國的家庭 所以我感覺很漂亮 有朋友就請來這裡 這幾年下來 其實大家都很喜歡去逛老房子 為什麼大家喜歡去這些老地方 為什麼 因為它會勾起不平 那它也會告訴我們的小孩子 就是 其實你歷史課本裡面讀到的 你到外面來 其實你看得到 那種感受其實是非常之間的 那就是生活的 學習 我覺得很多好東西就是這樣 生活 跟那個人吃得多 那個人吃得多 那就是我的人吃得多